接下來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在拔河 然後呢A隊獲勝了 那我請問你我能不能夠說A隊的作用力 比B隊的作用力大 你覺得可不可以 你覺得可以有沒有覺得不可以 為什麼會覺得不可以 A隊獲勝能不能說A隊的作用力比較大 我現在給你的答案說可以 因為繩子本來禁止 現在往A那個方向跑 往那個方向跑 所以合力應該朝A 所以我們就說A的作用力比較大 我現在給這個答案 但這個答案有問題 拔河的問題 在我們 我大學同學的群組討論過一次 沒有結論 在LINE上有一個老師在看老師的群組討論過一次 也沒有結論 這個問題麻煩大 去年段考考過這一題 就呼嚨呼嚨就有答案了 我就跟朱老師說 你出了一個大麻煩 你根本搞不清楚這個受力狀況 如果用牛頓山來講 我拉繩子 繩子拉我誰大 一樣大 我們請貴族的活動 我們就互相拉 中間秤出來的力量誰大 一樣大 可是問題如果都一樣大 怎麼會動 怎麼會動 那就應該不一樣大 可是牛頓山下一樣大啊 然後他有人說 反正很多人有神奇的解釋啊 還有人說那個拉的時候繩子不是直的 我就不懂 巴哈比賽的時候繩子會不是直的 可是我還會彎彎的狀況 我也想不懂 好沒關係 然後有人說這是因為摩擦力 摩擦力解釋還不錯 可是問題是 那你地面給我腳的摩擦這個力量不會傳到手上嗎 不會傳到繩子上嗎 怪 所以 我現在給你的答案叫做是 對 但是這個答案是 有問題的 這個你的力的分解 很麻煩 我們幾個老師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大家都同意的講法 大家都同意講法 其實是沒有的 OK 所以這是個大麻煩 大麻煩 來 我們講過失重狀態無法用天平量 左邊放大夏右邊放螞蟻就還是平衡 因為他不會往下掉 那不能用天平量質量 那可以怎麼量質量 暗示跟明示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教的東西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教的東西 請問你 啊你不能用天平量質量 你可以怎麼量質量 暗示跟明示 就是你現在正在學的東西 來 可愛小女生 你們班有這號嗎 忘記了 14號有嗎 你們班沒有14號 1到13的 Number 4 4號 4號 來 來 站起來 面對著我八呆 微笑 只知道化妝 請坐 不為難你了 來 就用F等N嗎 假設我知道我這一拳出去 一手推出去 是20牛頓的力 我推一個東西 我去 讓他往前跑 我可以算他的加速度 加速度是5 F等於Nm 20牛頓 質量乘以加速度5 M等於多少 4 我就知道叫做4公斤 在物理上 這個稱為 慣性質量 用天平量的叫做 重力質量 這兩個質量沒有說 一定要一樣大 到目前為止 實驗結果叫做這兩個質量 一樣大 這樣子 慣性質量就是 重力質量 一樣大 所以我們也不要分 同樣就叫做 質量就好了 所以 我就利用 F等於Nm 就可以 來量出他的質量 等他的質量 所以不需要靠天平 這就是跟各位做的說明跟解釋 OK